迎接民国一百年考试院有了新的面貌 不过很多人在家里面也会把家里面除旧不幸一番 命理师就说了 民国一百年不论生肖还是星座 最旺的颜色其实就是蓝色紫色和黑色 因此家里面的卧室可以用这样的颜色来改造 可以让整体的运势提升 邻国百年即将到来 什么颜色最开运 命理师说 百年不论生肖星座 选黑色紫色蓝色调的颜色 可以让你整体运势都提升 整个兔年来说 最开运最桃花的颜色是文取星化科 文取代表属水 所以蓝紫黑 在居家的卧室是百分之百加分的 不过命理老师也指出 建国百年还是有些人流年不佳 像是民国出生年尾数是三的人 例如63年73年 明年感情方面运势比较差 居家布置可以多选用碎花的图案 有助于增加爱情运 出生年尾数是六或八的人 例如66年58年 明年试验运不佳 家里可以多放一些猪的摆饰 代表裁员广金 狮子座或者处女座 他们都是由于就是之前 可能对于自己过于自信 那我觉得我给他们建议 就是多增加自己的专业技能 跟多做一些对自我的投资 至于星座方面 占星专家说 明年处女座和狮子座 整体最不好 都用金黄色和草绿色 这一类的颜色可以提升运势 母羊座则是爱情运不佳 可以用粉红色或桃红色 来增加桃花 虽然星座命理不是绝对 不过民国百年求个好运气 很多人还是宁可信其佑 推讯刘家伟林小凡台北众报道